第47节 吉姆说 当课程开始的时候 他感觉到强烈的含义 休息时 他仍然感觉到些微的含义 当真再次开始传述时 他的声音仍然和以前一样有力 一样加强语气 10点50分继续 鲁伯说得很对 今晚稍早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两个的态度 极端的自以为是 你们很轻易的就责怪别人 没有你们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知识 却忘了选择谁来接收这个知识 与我大有关系 形式和时间 以及你们自身能力的成长 都与此有关 虽然我并非十足的谦虚 但你们也实在是太拽了吧 你们毕竟不是自动被赋予宇宙知识的 天之骄子 其余在挣扎中的人类 不该被当成低能而对待 无论他们是否真的低能 真虽然在笑着 却一拳挤在桌上 这一切都涉及到训练 它涉及到纪律 然后还有自由 洛克人格中固有的审美天性将使他能够很好的遵循 让他也把我关于谦逊的步道放在心上 马克则可以免了 他的人格需要所有能够得到的培训 应该记得 马克是塞斯给比尔存有的名字 我曾经说过 宇宙及内在宇宙确实在膨胀 但不是在空间里膨胀 为了洛克能够明白 想法、理论、计划和能力都会扩张 但不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内在宇宙也是如此 但空间只是一种伪装 对你暂时有用 透过精神效素来构建 下意识的旨在弹指之间 在这个伪装的背后 存在真正的实相 我已经暗示了要尝试的实验 我们将进入这些实验 通过使用年龄回溯 Age Regression和催眠 通过努力和纪律 你将能够证明轮回的存在 记录将会被发现 催眠、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插进的工具 自己诱导的一种轻微出神状态 对于一个在这方面受过训练的人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稍后我们再谈其他实验 正如我所说 所谓的太空旅行主要是与载具分开 而心理时间的运用 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障碍是你们的 障碍是伪装 开发伪装载具来往伪装空间 是很可笑的 其实只是你意识到 伪装就是伪装 障碍就消失了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要谈 当你们了悟到你们所知的时间并不存在时 载具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洛克在他过去的一个存在中 关注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然而他所身处的社会 当然是沉浸在自己的无知中 就像你们的社会 现在也沉浸在无知中一样 我不打算上一节常课 这只是一个介绍 让我在此欢迎洛克加入这堂课 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 而且很多人看起来就像洛克一样 偶然进入到你们家 我很高兴马克听进了我的建议 他会在附近都是老师的某个房间里 找到他的画 这个房间非常大 有活动的声音 这幅画我相信曾经在两面墙之间 附近某处有红色 也许在一块油布里面 这幅画完好无损 不过我似乎看到左下角有两个小硬痕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悦瑟 你可以从下节课中扣掉今晚上课的时间 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微不足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那样做啊 总有一天晚上 我将会对很多人说话 他们全都认识我 而且其中很多彼此也认识 当鲁博的能力成熟了 当他有朝一日 终于能够忘记那了不起的自我时 我们将真正显示出一些迹象 我原本不喜欢浮夸的表演 然而你们那尊贵的心灵协会 让我觉得我好像想给他们一个好的引导 由于这是一节临时课 我就不再耽搁你们了 但我非常高兴 一是马克在前几天晚上终于来上课了 在知道这些课好几个月之后终于来了 二是因为洛克终于被吸引到这里来 补充一点洛克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太早了 我当时还没有准备好 现在在约瑟可怜的疲惫的手 累到掉下来之前 带着向来都有的遗憾之情 我将结束我们的短课 你现在打算去干什么赛斯 你想套我的话 我不做任何你所谓的任何事 我的活动与你们自己的活动 仅在非常轻微的程度上平行 有一种你们不熟悉的直的存在与延伸的质量 还有一种我还无法让你们理解的脉动 为什么在这节课开始之前 我的手有些肿大呢 你们的猫咪知道 或者感觉到了我在这里 你感觉到了 所以你的手才会肿起来 那只是某个内在感官运作的一个征兆罢了 洛克一看到你的画就知道了 那幅画对他有什么意义 你画的这幅画是你昨晚收到的星象的结果 我亲爱的朋友 这幅画代表了两件事 我建议大家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再来探讨这幅画的意义 11点15分休息 真已经完全解离了 吉姆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他的含义已经减弱 我的手也没事了 比尔有一张清单 上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例子 他事先就知道 真会用什么系列的词来呈现某些想法 这些词组有三四个字长 比尔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他在自己的笔记当中 写下了吉姆曾经是一名僧侣 而塞斯却说吉姆在中世纪曾是一名修女 11点20分继续时 真保持了强劲而有力的声音 这幅画是由两个与洛克有关的图像构成的 在意识上你知道他要来 在你的内在视觉中 你看到了很多东西 并用它们组成一个图像 泪光盈盈的眼睛 代表着他的眼睛常有的样子 审美的 慈悲的 不知所措的 然而那张笑脸代表的却是别的东西 它代表洛克整体的存有 这里真笑了 一再指着吉姆·贝克特 与此同时 我感觉到我那熟悉的感觉 那种惊心动魄的声音刺痛感 开始在我的腿上形成 它并未变得更明显 但却持续了几分钟 嘲笑我必须说是捧腹大笑 笑着自己人格的这种审美性质 常常把快乐和自由 以及在你们这个层面上的自然的乐趣 拒之门外 这里我们看到了洛克的整体存有 开怀大笑 但也带着怜悯 因为在存有享受着这一切的同时 人格往往为了追求审美目的 而背弃了很多东西 改天我们会更深入地探讨这件事 但洛克认识到了这幅画 并且在潜意识中看到了自己 在许多方面 他和马克的人格是相反的 但基本上两者的存有 又有惊人的相似 这里要说的还有很多 即使到了当前此刻 洛克在这一生当中 也一直遵循着他的审美倾向 他选择了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下出生 直到现在 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 或相当有效的尝试 只是半心半意地 试图为自己现在的人格 寻求更好的条件 他不是独生子 然而他却觉得自己是独生子 在他的人格中 有一种强烈地保护自己的倾向 这个部分是有益的 有部分是由于他的恐惧 我希望他能够参加定期课 他也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活过 马克把修女这个词 当成了修道士 因为他认识洛克的时候 洛克还是个牧师 所以就用修道士代替了牧师 探索的欲望和创造的能力 在你们所有人身上都很强烈 在其他将来到这里的人身上 也是如此 你们以各种方式 与灵性实相斗争 马克和洛克也参与了 涉及女性的实际考量 就像先前鲁伯和他的沃尔特 祝这是真的前夫一样 还有你约瑟也一样牵涉其中 你和鲁伯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马克和洛克还得解决他们的问题 出于礼貌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或结束这节课 随你们的意愿 与往常一样 当我说要结束课程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很难做到 好吧 那我们周一见赛斯 11点40分结束 真竭离如常 比尔接收到 他还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 九个字 他把他的笔记给了我 让我放入记录 吉姆说 关于他自己的个人信息 是正确的 虽然珍和我在几个月前 短暂地见过他几次 但我们对这些事情 都一无所知 比尔宣称 有了赛斯在这一节和上一节 针对那幅画失踪的信息 他打算地毯式地搜索 这个区域的学校 试图把它找出来 既然我的手部现象已经消失了 我很好奇地 把我现在的手指 和比尔之前做的测量结果 做了比对 右手食指的周长 大约是 二右十六分之七英寸 右手食指的周长 与之前的差不多 是二右十六分之七寸 我的第二根手指 也就是我感觉最强烈的地方 当时的尺寸 是二右三十二分之十七寸 现在的周长 是二右三十二分之十五寸 缩了十六分之一英寸 下面的资料列入此处 是因为在第四十八节课当中 会详细谈论 今天晚上 周一 1964年4月27日 我有一次很奇特的经历 晚上八点半 珍和我在九点的课开始之前 尝试了心理时间 珍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躺在工作室旁边 房间的床上 外面刚刚天黑 非常安静 祥和 我躺在那里 没有特别去想什么事情 我告诉自己 我感觉很轻 很放松 因为我是第一次 在这些实验当中 使用轻 light 这个词 在真的尝试之后 我心里有一种 和悬浮有关的模糊概念 我还告诉自己 我不害怕 我重复了几遍这几个词 但我并不相信 自己进入了一种 出神状态中 不过当时 我事先提醒过自己 只要我想 我随时都可以 从这种状态中 挣脱出来 我试着保持一种 自然愉快的 等待状态 好一会儿 但没有结果 然后 一个经验发生了 再一次 虽然它明确地 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还是在 我有意识理解到 发生了什么事之前 就结束了 和1964年4月23日 我经历的那两次 星象经验一样 这一次 我发现自己 站在纽约市 一栋办公楼的门口 我不知道它在几楼 只知道它至少 在几层楼上 那是一间 我从未去过的办公室 但隔壁那间 我和珍 住在新泽西州 特纳夫莱镇 我在纽约市 做特约画家的时候 倒是偶尔会去 那栋大楼 可能是第57阶 卡内基音乐厅的 办公大楼 或者是靠近 卡内基音乐厅的 一栋大楼 我不记得门牌号码 我在1955年左右 曾偶尔为出版商 查尔斯比罗工作 我现在不知道 他是否还在那里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 后来没有见过他 我记得查尔斯比罗的办公室 是在一个走廊的尽头 我今晚去的这个不知名的办公室的门 就在他隔壁 今晚 我站在那扇敞开的办公室门内 我的左边是一扇树直设计的窄窗 窗框不是铝制的 就是不锈钢 从这扇也许只有两英寸宽的窗户望出去 我可以看到一个闪亮的铝制或钢制的护栏 这样即使一个人从这个窗口跳下或掉下去 在十几尺下方 也有一个石器的安全护栏 当时是白天 我朝着窗户看过去 看见一个女孩 她正想打开那扇窗户 我相信她的设计是向内拉开 可能分为上下两节 女孩背对着我 她有一头黑亮的长发 身材相当纤细而匀称 身穿无袖的黄色丝纸短衫 闪烁着彩虹般的亮点 似乎在微风中飘荡 回想起来 我相信上半扇窗户是开着的 我似乎记得看到女孩的左手 垂在关着的下半扇窗户的上沿 女孩在费力地想要打开窗户 她没有看到我 我也没有和她说话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说话 我心里倒是自己想着 哦 她打不开那扇窗 但我可以帮她打开 不仅如此 我只要站在这里 就能够用面力 mental power 做到这一点 她一定会感到惊讶的 我真实的想法 可能非常接近这个对话 然而我一直没有离开我的位置 就在敞开的办公室门口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也不记得办公室本身的其他情况 我看着女孩费力地想打开窗 看了好几秒钟 时间长到足以让这个星象 持续了一段明确而可测量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为她打开过窗户 然后我来到床上 坐起来 一看时间是8点45分 在看那个女孩的时候 我没有躺在床上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记忆和意识 我立即走进客厅 向珍描述了这段经历